如果甲胖就是甲妝,甲胖就是甲妝縣吧, 我們生產的甲妝縣,甲妝縣技術就是一個, 就像我們汽車的汽油,是吧? 叫生物發動機,我們給它叫。 你要是没有这个发动机都熄火了的话,人就变傻了,就怕老人。 然后就是迟钝,在甲冻的东西下,变成傻了。 要是生下了孩子就甲冻了,就农养了,就农养了。 如果生下来以后才发生了科丁病,就是小矮刻,长得特别矮。 这个躯干特别短,就这样。 然后智力也不行。 所以现在全民加点都吃点盐,就是为了防止单小症。 又长得矮又傻,自己发也都傻。 所以说这个甲抗治疗过程里面,你要弄掉,弄多了的话, 它也可以变成加点。 所以要不断地减药,刚开始的时候,比如用三片,然后两片,然后一片,然后半片。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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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